我叫段飞 本来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但是二十年前 突然全球出现了大量的丧失 而我的生活 也被这场末世浩劫 彻底摧毁了 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更连残喘了二十年 我害怕死亡 但我渐渐明白 我怕的并不是失去生命 而是死后会有地狱 以为有着我没法面对的亲人 二十年前 我为了自己能活下去 丢下了我唯一的亲人 忏悔伴随着我每一天 我已经胜够了这种生活了 我不会再逃避了 如果我死了 请留下地狱去赎罪了 来吧 杀了我吧 结束我这不堪的一生吧 血色淋漫的诈 轰隆隆的刺耳雷电在脑海中炸响 一个机灵让段飞猛然惊醒 眼神渐渐聚焦 他看到阳光透过玻璃窗在地板上 映下了明亮的光板 这熟悉的房间让段飞有点不敢想象 他竟然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家 段飞看向窗外 晴朗的天空和清田的空气 让他感觉自己是在做梦 可当他看到书桌上的相框和日期时 他突然想起 这张照片 是我二十多年前 为了实现妹妹去海边的愿望 特意拍的 段飞不禁在心里怀疑 梦境真的可以这么真实吗 他走到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自己少年时的模样 段飞有些相信自己是重生了 突然段飞想到了他的妹妹心愿 急切地冲出房间 段飞还记得二十年前末日爆发 懦弱地自己在丧尸闯进家里 十倍吓得瘫倒在地 最后他丢下了坐在轮椅上的妹妹 自己逃走了 从那之后 他便被这一份后悔和憎恨折磨至今 段飞拼尽全力 向妹妹心悦的房间跑去 似乎在竭力奔向命运的救赎 他发誓如果他真的重生 这一次他一定要好好保护妹妹 段飞穿过客厅 他看到时钟上的日期 和茶几上的录取通知书 他更加确定 没错 我真的重生回到 末日爆发之前了 那我妹妹肯定还活着 他颤抖地伸出手 推开了妹妹的房门 没想到 还能再次见到妹妹 段飞推开门正看到妹妹 坐着轮椅悠闲地晒着太阳 享受着轻松拂面的妹妹 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 缓缓回头 诶 哥 你怎么来了 在看到妹妹还活着的那一刻 他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颤抖 他的眼泪哗啦啦地流淌下来 带着忏悔语就说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妹妹 对不起妹妹 对不起 对不起 哥 你怎么了 睡觉做了梦了吗 对不起 怪我当时把你害死了 好啦好啦 没事了 让我来保护哥哥 不行 应该我保护你才对 这次我绝对不会 让你再受到伤害了 段飞只起身来 看到桌上的时钟 他突然意识到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末日即将爆发 他必须做些准备 具体 权子 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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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